伯恩斯坦公司高级技术研究分析师 托尼萨克纳吉周四表示 苹果可能正在应对中国销量放缓的挑战 但这并不是它面临的最大问题 他表示 苹果正在失去在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 我认为 这是因为它的产品价格非常昂贵 在消费者的眼中 在那个价位上 他们没有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 让他们换掉旧手机 我认为 这才是苹果的核心挑战 此前周三苹果官方罕见地承认销售放缓 并认为iPhone需求疲软部分原因是 更多人选择了低价更换电池服务 较低的电池更换价格 以及性能不再受限制的老款iPhone 意味着 更多人会选择更换电池 而不是升级iPhone iPhone销量下滑的原因 包括运营商补贴减少 与美元实力相关的价格上涨 用户低价换电池去年 苹果公司承认限制旧iPhone的性能 原因是这些机型的电池老化不久之后 苹果不再限制性能 并提出 将其369元的电池更换费用 降至214元 不过活动优惠期 仅到2018年12月31日 现在苹果官网已经更新了iPhone电池服务定价 恢复了原来的价格来源 接着球运营商工业 接着球运营商工业 放入银行 或者更新了iPhone机 製造本页